我就引用最挂转的几句说话来解释一下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生意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 故受之月中 在天地初开的时候 很多物质都是未发生的 由阴阳欣婚之长去培养到万物的陌生 天地初开万物之生的象是什么呢 就是六十四季之间的净 这个字《独津》不是《独团》 我曾经在YouTube上看到 香港有一位挺有名的学家 他可以读个《团义》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可以读个《团义》呢 其实《团团》是一个象形文字 它的理解就是说 上面的画是地面 那种子在地底培育了苗芽之后 慢慢要生长突出的地面 所以那个过程非常艰难 你想想 总之是多微弱 要冲出这个泥土 是非常困难 因此《团团》本身 已经是代表困难 但是呢 加起上来是读个《团团》 就是好像你在天地初开的时候 你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 那种是一个灾难 要克服这种灾难是不容易的 因此呢 如果没有人尖到这一挂 你表示到你面对的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 在亦道来说 我们遇到这种艰难的环境 要如何克服它呢 就是在亦经《尊怪》里面说什么 要如何做 《团团》之尊 《尊者刑》也 刑者是充满的意思 就是说在万物之生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机会 刑、充盈于宇宙 因此 亦经整套哲学来说 所谓有性就必须有衰 有成功就有失败 相对来说 你有失败 你能够建筑自己怎么失败呢 反过来有机会成功 亦经整套哲学来说 一个圆圈来的 一个循环的哲学 因此六十三卦 去到六十三卦 叫做记制 制就是 很喜欢渡河那样 那个河 你过得到去 叫做记制 但是到六十四卦的时候 再告诉大家 微制 就是从头又开始过 这个就是他 想表现的所谓一种 循环的哲学 周而复此 生生不息 有危就有机 这些是教我们 如何克服环境 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因此 很多人都认为 《易经》是一本 中国最有智慧的书 当然很多人听到《易经》这件事 已经怕怕了 问怎么读 等于我读中学的时候 一听到《哲学》 这个名词已经吓吓我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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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深 然后大学都要读 也不是很难的 这件事 就是有时你未接触到 就被那东西吓你 《易经》一样 你若无头水读 真的吓你 你真的读不行 如果慢慢拿到门路 找到一个方法 一日识些 一日多些 总有机会读识它 读通它 虽然说 成一家之言都好 起码都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 《遵者》就是物之似生日 就开始生长的时候 正如我所说的 这个《遵者》 这个《遵者》 这个《遵者》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很空心 也很空心 我已经觉得很空心 有在这些地方 看着 我这一天 就是很空心 可以用一天 很空心 就像这一天 那些鱼 很空心 有在这些鱼 没有在这些鱼 有在这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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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在这些鱼 有天地然後萬物 什麼叫天地呢 《易經》六十四卦裏面 乾就是代表天 坤就是代表地 所以天地如今遵蒙 這四卦就開首我準備要講的 《物生必蒙》 故壽之以蒙 那為什麼 賣物初生的時候叫蒙呢 就是說是無知的 是蒙會的那個狀態 你想像一下原始社會 衣服有沒有穿 有沒有屋住 這些牙又更加沒有 這些是幾原始的生活而言 一切就是蒙會無知 是需要進化的 因此蒙者蒙也 很多時候你做古詩 解了等於解了 就是這樣解了 其實意思是蒙怪的意思 就是蒙回的意思 就是多有同一個字 那到底天地初開的時候 社會是怎樣的狀態呢 我們作為人類怎樣應付呢 我們上古先聖言已經找了一套 我們解釋這種現象 而面對這個現象要如何去應付 就是首先所謂福喜事畫的八卦開始 然後去到周文王的演繹成為六十四卦 而將宇宙萬物演化過程 都是從六十四卦來到可以說是包括了 你說是多高深呢 六十四樣東西已經可以解釋到世界萬事萬物 這本是非常了不起的經書 接著就稍稍稍後解釋一下 我為這次講課寫了這首詩 《太極蒼蒼,一氣成》 《一氣成》就是說 講那個元氣 元氣,元氣未分的時候叫做一氣,太一 太極分了兩秒,太一之後就是太極 陰陽,秒秒,兩而生,就是這個陰陽 太極,生兩而,就是仰而和陰陽 乾緣已見天光立,為何叫乾緣呢? 因為在易經乾卦的大將詞中所說 天行健,君之治強不適 我不再多寫,因為我講易經的時候會很詳細說 我用個健字,乾健,就是乾卦的德成 有一種領導作用的,不畏艱難的,就是乾的天食 而元呢,就是說乾卦的瓜詞裏面 周文王被乾卦的瓜得,所謂元亨利精 那個元,元就是最好的意思 坤道,安征地,內行,坤道就是坤過,坤過就是 Shout it to you,其他人,都可自燃之類,濃性的 就像女性,凡是陰性的,都屬於坤那類 安征地內行,安征者就是坤庫裏面的 是段池十一所说的 坤厚德在物,安征至极 他是一个很稳固、很坚定的德成 即是不容易认输的,不容易失败的 这件事是他的引力,是安征的 尽难放之,侯建业 在草莓初开的时候,最适宜是找一个领袖 所以侯建业就是尊卦的卦词所说的 元、亨、利、敬、利、建、侯 以建后为有利,即是找到一个领袖 那个侯,领袖人物 因为找到一个领袖人物 可以带领走出蒙昧的时间 蒙昧的时代 或者一些艰难苦难的时刻 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领袖 可以带领到我们生意蓬勃 同蒙未读智攀英 在蒙挂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这家十蚊仔 蒙昧无知那样 蒙昧无知是需要怎样呢? 需要教育他 如果他这个肯学的小孩 或者有一种真正的思想 他将来可以有成就 这个也是鼓励你 你一个无知的世代也好 你愿意学 有上进心 可以成功 所以 这四卦可以说出来 一个丑正有天地的定立 蒙昧的社会 到你有少少的人类了 有人类之后 很需要的东西是教育 其实蒙昧卦是讲教育的 那 圣人切卦 为何要这样安排呢? 是很微妙的 所以 你有生物的时候 有群体 除了有衣食 接着要教育 那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 社会进化到一个 完善的阶段的必经之路 所以没有教育 你就好像一个野人 那样 就是野 所谓是匹野 就是没有学问修养 那种叫野人 陆澳示威江游洞 那这里呢 讲《易经》系词上面 有一句话说 江游相摩 八卦相当 所以说呢 《易经》它解释的 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好 都是由一阴一阳而 演变而来的 而这个阴阳呢 不是分离的 是互相有交流的 不会有 毒阴或者毒阳 当然了 乾卦和坤九 是这样 我们不是叫毒阳 我们叫毒阳 叫唇阳 叫唇阳 叫唇坤 到最后呢 他 乾 最阳性呢 他仍然要倾向于 走回坤那边 而坤 他最高点的时候呢 又倾向于阳那边 因此呢 阴阳呢 是所谓呢 有互动的 阴之中有阴 阴之中有阳 好像太极 我画得很丑样 那 简单来说 好像一两条鱼那样 那 那 白色这个呢 就代表阳 阳性 黑色的呢 是讲阴性 那有两只眼 而白色的眼是黑色的 黑色的眼呢 就是白色的 那意思是说呢 这个呢 那么多的阳呢 阳中 它其实还有阴 好像一条鱼的眼睛 那样 而这个 那么多的阴气当中呢 他仍然有两种阳性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所谓的阴阳的磨合 那 那呢 使得它呢 是生生不息 好像说 由阴阳 太极生阴阳 阴阳呢 要分 四象 两二就生四象 四象就生八卦 八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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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太极的意思 就是 连续是阳的 那意思 然后呢 就 有三句 笑音出来 那 而 音儿呢 它除了太音之外呢 有一个笑音 因为在那里生出来 所以笑容 那上面呢 八卦 八卦呢 太音呢 就生了一个 坤卦 与这个 槟卦 而呢 笑容呢 就相对有 坎卦 和素卦 笑音呢 就震和霖 太阳呢 就有 潜和霖 那 《易经》里面有很多字呢 其实现在已经不用了 很少了 所以更加不知道怎么读的 甚至呢 就 读古书呢 面对的呢 有时候 那些字是太古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读的 那 这个就是难处 最难的地方呢 我持下来说 有些字呢 它同一个写法 但是呢 其实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而且不同的读法的 那你就死了 有时候读错了 解不通 那这个比较 一旦呢 就代表是生 旦 有所子的意思 不可以再去的了 你画上面那个呢 在山在你前面 你不可以再去 那么就知道呢 这个是水 信呢 就代表封 这个字呢 又没用的了 我想你从来没写过这个字 你接触的机会很小 一个信字 真 就代表雷 那些 例如火呢 对是宅 就是山宅 天儿 旭又之天儿 旺复之味 旺复之味 得永恒 旺复者 所谓一阴一阳之味道 身环旺复 那这事呢 亦是所谓生生之味极 那这些呢 都在 契系词中 這四卦代表內容是甚麼 在我一首詩上大意上是這樣解釋 這四卦代表內容是抑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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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抑 抑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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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或 原始意義是一個象形文字,是一條蜥蜴,蜥蜴又叫做手工,又叫做演庭, 甚至說明解誌所說的,在桂林叫甲蠟,會有聲出的,可能有尾巴, 但一般來說演庭和蜥蜴就是所謂的四腳蛇,康喜字典更加講到, 就是說在草那些叫做蜥蜴,在牆那些叫做手工, 就是說其實我們所講的叫做壁虎,壁虎一般來說, 很多人都叫做炎蛇,炎蛇其實是這樣寫的,不是好像炎炎夏日的炎那樣, 就好像屋蜴蜴蜴,這個讀炎,炎蛇就是爬上糧柱那裏那裏,那些屍腳蛇, 都是這一類的東西,最重要的就是說蜥蜴,有種蜥蜴會變色的, 就叫做變色綠,大家見過沒有? 我很多年前在一個朋友家裡,他養這隻是寵物的, 我看著他變變很多種蜴蜴蜴,紅色綠色藍色什麼都有, 這就是蜥蜴,因為它變色,而是解釋到蜴是變的, 是生生不息是沒有停止的,這些金文,這些金文的譯字是這樣寫的, 因為在座有幾位是寫書法的,應該知道,大家知道, 金文就刻在那些金屬的器皿上面, 在上古時代通常是刻在青銅上面那些, 而是旋書是這樣寫的,後來的, 有些解釋, 逆日月也,一半是日,一半是月, 旋書寫法是大張, 6.2.1因為它一代表楊, 就代表陰,這個字的診合呢呢, transpose三.2這個字,跟字字二已經代表陰。 《易经》这本书本来在秦始皇时代出现了危机 因为秦始皇要焚处坑仪 幸好丞相李斯不将它《复誓之书》 这种是工具书 因为以前来说《复誓之书》很重要 《复誓》为何这么重要 因为打仗好不好去打呢 都要复一复它 要复一支卦 因此这个工具书如果没有了 凭什么来解释那些卦象不行 所以因为李斯说这个是《复誓之书》 因此可以流传到现在 在当时很多经书很有价值的作文 都是被他烧光的 现在我说句经 了 《經》其實在古時候織布的機械 有沒有寫作? 沒有 沒有,有個肚頭 那些施線是怎樣呢? 打直那些叫做經 打橫那些叫做偉 所以有經有偉 我們現在地球有南偉、北偉 還有東京、西京,打直的線 叫做經線 打橫那些是偉線 蔣介石也很想希望他自己的子女有成長 所以他兒子一個叫蔣經國 一個叫蔣偉國 希望他可以驚慰天下的希望 做不做得到就不知道 不過起碼掌經國做得到 掌偉國做文化 這些就是父母改的兒子的名字 都很有意思 還有一個奇葩的問題 什麼叫做十役 簡單點講一講 十役主要是寫prene 有很多篇章 在傳統儒家的詩詩都認為是孔子寫的 但是後來經過不同的辯證來講 發現到其實有很多人不是他寫的 也有講到所謂的紫下逆轉 有些認為是他的大弟子紫下逆寫的 有些甚至在戰國的時候才寫的 因為民意的講法不應該在春秋時代的作品 有些還說得很肯定 十億都是孔子寫的 這是有點暴力的 官方怎樣都好 都是屬於儒家的體系 那為什麼叫十億呢 其實他有七篇 第一個是遁詞的 即每個掛斷定那個掛的吉空 那叫做遁詞呢 那叫做遁詞 那遁詞呢 一般來說是周公實實 是 原始是周文王 而障拳詞是周公寫的 然後系詞、文言、說掛、罪掛、習掛 那些才是後期的儒生寫的 有些人引述到《孔子世家》所说的 孔子晚而起役,罪断、蟹、杖、摄瓜、民事 所谓的伟偏三绝 假我数年弱事,我于亦之彬彬以 这个很多的解释也有一个传疑 到底孔子是五十岁之后 若我再多花几年读《译经》 对我的学问是更大的成就 还是他很老的时候才说 比我五年十年去再读液 这个也是一个传疑 有一个争拗 这个《译经》所说的 这个《译经》所批评他就是说 《译偏三绝》就是表示他读《译经》读得很勤力 这个《译经》的书以前是用竹简的 竹简是用牛皮绳穿的 旁边有一个洞的 它《译偏三绝》意思是说 它连竹简穿的牛皮绳都断了三次 这个表示孔子在当时是对《译经》的重视 和他研究益是很勤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点 我们在译经》下来 网句话 我们在译经 至于那些学者的看法 我不想花什么时间 这些是普通资料自己看都行 我们看看周易后天六十四卦的卦名 有没有 这一张 第十版 我没办法找到一个更大的图 找到一个比较适中的图 因为很多网上的图 排列次序和我要求不同 因为这个次序使你认识 六十四卦的先后次序简单清晰很多 有些是先天卦 先天卦是以昆卦为首的 后天卦是指周文盟以后的后天卦 那些是以昆卦为首的 是以昆卦为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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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个次序歌 好,到下面,同仁大友謙如隨,古臨官係誓合秘, 古臨官係誓合秘,剝服無妄大俗義,大過陷禮三十秘。 為何三十秘呢?因為它已經分上下經,上經只有三十個話,所以這已是緣秘了, 這三十個話的上經,下經開始就是, 涵行頓係及大廠。 遵與名義家人葵。 剪解選憶怪救水。 聲困井甲頂鎮記。 聲困井甲頂鎮記。 那些highlight的字,就不是易經的字, 它只是抽到七個字,或者是押韻的。 更賤歸媒風呂信。 兌換折騙忠夫至。 少過忌制兼未制。 事為夏經三十四。 大家可以查那個次序的時候, 在這裏就容易查些了。 這個你們應該有的了。 這個應該是這個。 這個就是後天法卦。 你可以倒轉,怎樣可以。 但是怎樣看法才對呢? 那個尼卦在上面, 所以那裏才是向上的。 尼卦向上的。 因為在中國的帝王思想來說, 是坐北向南。 尤其是在北半球, 中國大陸來說, 那個熱的地方在南邊。 所以, 尼是代表火的。 所以那裏是溫暖熱的地方。 坑是代表水的。 水是冷的。 就是北方冰天雪地的地方。 所以, 剛剛跟我們的概念, 剛剛調整。 它的東在左邊, 不是在右邊。 西在右邊。 所以就是, 記得, 那裏位在上面。 在右邊。 那我有一位呢, 這個是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呢, 坑位就在北了, 前位就在南了。 這個是先天八卦, 那個排列次序不同的八卦。 也沒有, 沒有三位。 那是楊下面的。 那是楊下面的關節。 這裡要關節。 那是楊下面的關節。 請給我們一段時間。 我沒有先天 Cap, 你不在乎將關節。 那是楊下面的關節。 對楊下面的關節。 正在楊下面的關節。 那是楊上面的關節。 楊下面的關節。 《易經》是由先秦開始保留落明日 到唐代已經是大秘 已經歸落了 這本是孔永達寺書最原備的一本《十三經寺書》 而《十三經寺書》收集的是皇佛的周易柱 而孔永達去做過疏 《十三經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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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佛因就起觀讀《易經》 他首先說 他應該再早期的才讀《老子》 《十三經寺書》 這個人是非常有床的人 十幾歲已經很聰明了 他到二十歲一點就開始駐周易 這件事呢 他的駐解也影響到後世很大 當然呢 有後世認為他的駐解是加集了很多老子的虛無主義 無的理論在裏面 而呢 有些就認為他所謂講《易》其實是講《老》 也有些人說他的《無》的思想不是那麼重要 即是講《有無》的《無》 他好像《收藏》的《無》 因此呢 就在他的著作裏面來說呢 有些人批評他 也有很多人讚賞他 官名是怎樣呢 他是一個非常之 對《易經》十分有貢獻的一個著作 而孔永達呢 再將他的著是疏 即是說著解再著再著解 這個疏呢 其實那個疏 就等於疏理回他 有些甚麼解釋是不好的 即是再疏理回他的意思 那麼 王伯他的功勞 在周易的功勞來說呢 就是清理回漢朝時代所講很多的 當時的《易》呢 就講很多 像素啊 陰陽五行啊 災疑啊 那些這樣 而呢 他歸 夠回 比較傳統一些 所謂叫做 是宜理的業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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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宜理的業侯呢 他是一直影響到 直至宜理侯呢 都好多人去讀他的業侯呢 很多年前在大陸買了一本線裝書 如果你說經也是這條經的位置 如果你弄一本書也是這樣 所以幾乎是大陸沒有聽到 太陽就飛了 太陽就比较可風 怎麼看 拍照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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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首講 乾瓜 乾下乾上 三畫掛就是基本的八卦 而由基本八卦相錯調動而產生了六十四卦 所以每個八卦有兩個基本卦 八卦的基本卦 兩個基本卦都有乾 所以叫乾下乾上 才讀到下面 為什麼叫乾呢 因為八卦裏面三個羊鴨 就是組成一個乾卦 這個明白了吧 第一個 跟著說乾元亨利精 他說這四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卦的卦詞 這個卦詞是斷定卦代表的意義 主要的意義 一個是總綱領 什麼叫袁亨利精呢 其實他在文言那裏 乾文言那裏有提到的 有解釋的 我們看回後果然 乾文言那裏 可能第三個字 媽媽 有消息 有小意思是文言 我不明白 主席 第五頁 因为我印法不同 所以那个次序有点不同 找到吗 第五頁的中间部分 这个就是十亿文言传的解释了 原者善之掌也 亨者家之会也 利者意之和也 征者士之干也 君子体人足以掌人 家会足以合理 利物足以和意 征故足以干事 君子以行四德 叫做原亨利征 意思是原就是最好的 最完善的 亦都有一种完美的感觉 亨者就是说 你处理这件事非常顺利亨通 或者你个人得是很空通 利者意之和也 意思是做事出来很合习合理的 征者士之干也 也就是说 你能干而是有一个精神的表现 这个就是在文言传里面 解释什么叫原亨利征 一般传统的瑜伽就以这个为解释 但是呢 亦都有些的解释呢 有些少不同的 譬如好像孔永达的塑里面的 指下逆转 他说 原始也 就是最原始的 而亨者通也 利者和也 而亨者通也 利者和也 小二都是离不开主要的根源 但是后期呢 有些人解释到 就是属于年亨利征 就代表了人而理智 那些这样 那些就 就有另一套的说法 那更加呢 在南北朝时候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周云征 周云征 他还可以说 原亨利征 代表春夏秋冬 原就是春天的 就是卖物生长 夏夏呢 就是 就长得很冒性了 秋天呢 开始收割了 到冬天的时候呢 已经收 就归床了 这些呢 有另一个做 附会的说法 我们接着呢 我们接着呢 讲第一 描 第一 描 初九 潜龙物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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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初九不叫初一呢? 請坐吧 飯在嬌咬的位置就有 初一、二、三、四、五、常 沒有六的,沒有一的 初二、三、四、五、常 因為它是羊鴨所叫狗 所以羊鴨的第一額叫初九 這個明明 第一額叫初九 第一額叫初九 所有羊鴨都叫九 所有羊鴨都叫九 所有陰謀都叫六 陰謀是下一句說的 這一句全部都是羊的,沒有講陰的 所以全部都是九 所以全部都是九 現在要講第一額是初九 初九潛龍蜜用 這個就是一個掛詞 初九潛龍蜜用 意思是說你雖然有龍的得性很powerful 但是呢 你還在一個深淵裏面 潛在水底 所以潛龍蜜用 潛龍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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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應該是指叫九 用九 就是要用陽光 來表現你自己的才華 但是呢 你在這個時勢底下 時機底下 你不應該去有所做 因為潛在水底下 還沒有站路頭角的機會 因此呢 你應該是要退隱 即是你要尖掛尖到這個 潛掛的第一額 你要告訴你 不要輕舉妄動 那也都是表示 好像說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剛剛讀著書 學著東西而已 總時間你讀得很厲害 但是你沒有社會經驗 你仍然在一個潛藏的階段 未能到地面 這樣的時候呢 你應該要考慮到 我要再充實一下 看準時機呢 才可以出來發揮我自己的才能 這樣子呢 這個潛錄 就是這個掛帳 要看到你身處的環境 應該要怎樣去面對這個狀況 而使得自己呢 不會有所吃虧 其實呢 這個關乎到尖掛的 比如說 你尖到這個掛 其實呢 卜誓是兩樣東西來的 卜 就用龜殼卜 那些 卜金錢掛都可以用卜誓 細呢 用絲草來算出來的 就是假使家 你預訂到這個掛 這個潛下潛上 而呢 你呢 你呢 剛剛尖到這個掛 是變硬 首先呢 你尖到這個掛 原來初硬 是你尖出來的變硬 變硬 變硬 就是變硬 OK 那 其實你整個掛帳呢 除了看整體之外呢 最重要的呢 決定你的命運 就是這個硬 一這硬是變硬 人家說有沒有變硬 就是這個變硬 真是變硬 有些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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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說法 就是有些說法 會不會不斷 在這裏 對 有些說法 那就 那就 看到 小竹園 就是主要 你認真的 你自己的前程 是怎樣 現在 你 设到这一窑你就发抖一下 稍后再说 好了 下一窑 九二燕龙在田利建大日 这个建字读个燕字 看着等这个燕字 很多时候先程的书 这个建字读个燕字 现在解释几个燕字 燕龙在田利建大日 好了 我们 由初衙去到第二衙升高了一级 这个挂胀显示就是说 好像 这条龙 已经出现了 在地上 当这个是地上 它已经撤离了地面 那就是已经开始 有心机就不是好像前一天 水底有两个人都不认识多个 燕龙在田的时候又是怎样呢 利建大人 因为他在 所谓田是地面的意思 已经 出现在地面的时候 已经有所 进展 等于 一个 一个学生 他读书读得很好 读到毕业了 可以出来找这种族 可以发挥他这种族 在那种族 他已经可以踏足社会了 所以等于燕龙在田 即是这样一个阶段 利建大人 这个读建的话 这个不是读燕的话 利建大人 这个是很有才德的 而且他是有一个阳光 那种这样的 勇艺 而 他有这么好的内涵 又处于 下挂的忠猶 那么 《易经》 的理论当中 他的哲学思想当中 忠 和德位 很多时候 他在某一挂也好 他的第二淆 和第五淆 是特别好的 因为他们是德中 德中 那么这次呢 很多好的东西 都是在第二 都是在第五淆 看到的 那他得位呢 就是看看你居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凡是一三五是属于阳位 而二四六为阴文 那如果你又 又得位又得中文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你随便得一样 都好些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 第五淆 又得位又得中文 所以他就飞龙在天 这个挂象显示就是说 你已经有一个才德 可以脱离了他 深渊 而去到那个地面 那你本身 你已经有这个才德 已经有大人的表现了 大人就是成功的人士 那如果是 再高级一些 就是说领袖的人物 叫大人 但是通常呢 就二位呢 就是第二淆 很少说那些领袖人物 第五淆 就是说领袖人物 黄帝啊那些啊 朱鱼那些 如果你尖到这个领袖呢 那你意思是说 你虽然有很多才德 但是也值得去 接触一些大人 就是有更加有才能的人 那对你有帮助 那这儿呢 就指 如果你 本身虽然有才德 如果你能够再 去利见大人 这个九五尺尊呢 你会更加发达达达 那才是黄帝 那个会负责你的 这个好像朱熙所说的 这个九二这个位置呢 就等于出潜 离忍 离开那个潜路 是脱离这个隐藏 而放在水 放在面 令到呢 他可以 又表现了 好 我们就先一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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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